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欣慧 這支系列影片我將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教你如何使用Arduino 由於教學的內容會有連貫性 今天可以依照順序來觀看影片喔 在上支影片中我教大家按鈕的使用方式 而在這支影片我會教大家可不便店主這個零件 這部影片中會使用到的這些零件 你可以參考下方的資訊欄零件清單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市面上常見的可便店主大概會長這樣子 它通常會出現在電腦喇叭或是音響設備上 用來調整聲音的旋鈕 可便店主的旋轉角度只有270度 是沒有辦法持續旋轉的 但卻可以讓Arduino知道你讓旋鈕停在哪一個角度 等一下我們要使用可便店主來控制LED燈的亮度 可便店主的電路圖長這樣 由於可便店主偵測的訊號是很多種數值的狀態 因此我們要將中間的線連接到類比訊號 也就是右下角的AP 來讀取旋鈕角度的數值狀態 接下來左右的接角分別會連接到正極與負極 在這邊正負極是沒有分方向的 連接之後要確認正負極有連接到Arduino上的5V跟GND 這樣子電路就完成囉 當然我們還需要連接一顆LD燈 因為待會要調整LD燈的亮度 所以這裡要連接到有波浪符號 也就是PWM訊號的角位 再來我們來看程式碼的部分 在這邊我們要跟ChurchPT說 你要使用可便店主來控制LED燈的亮度 我在這裡的問題中並沒有提到連接的角位 因此你可以觀察程式碼的上面 來判斷可便店主與LED燈的連接角位 你可以選擇更改電線的接法 或者是手動去更改這個程式碼 讓程式碼跟電路的角位互相符合 另外我在問ChurchPT的問題後面有寫一句 請將數值顯示在電腦上 這時候ChurchPT就會給你Serial序列部的程式 這個程式碼的功能 可以讓Arduino讀取到的資料 透過Serial序列部傳到電腦上 只要在Arduino視窗的右上角 找到這個放大鏡的圖案 就可以看到可便店主的數值了 我們要有一個習慣 在Arduino連接感測器時 最好都要透過序列部監控視窗 來確認感測器有正常運作 如果打開序列部監控視窗 卻沒有任何的資訊 請確認包含Serial的程式碼 已經上傳到Arduino上 這個視窗才會有東西喔 成功之後你可以調整旋鈕 確認LED燈是否有變化 如果LED燈沒有辦法控制 可以檢查一下程式碼中的接線方式 或是確認一下 序列部監控視窗的數值是否正常 當然這個旋鈕的功能 不只是控制LED燈的亮度 你還可以控制LED燈閃爍的速度 或是控制不同顆LED燈發亮 甚至你也可以用這個功能 製作一個密碼鎖的開鎖裝置 在下支影片中 我會教大家使用四幅馬達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要按讚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